好 新騷風暴持續的燒 政壇在爆出了MeToo事件 遭罷免的范綠前立委陳柏惟 原先有意來參選台中立委 但是15號現在遭到 污信的女志工指控 不僅多次對她說出 帶有性暗示的話語 甚至還有一些肢體上的動作 她在臉書上道歉了 並且表示關於性評方面 確實有所不足 自己的支持者都照顧不好 沒有資格成為民意代表候選人 她說不止一次努力協助 幫她解決性暗困境之後 我不可能成為對她性暗的加害者 造成對方的不舒服 我該負責 那麼女志工呢 再提三點打臉 說不是要過河拆桥反咬她 她說原本是要跟大家道歉 讓你們擔心了 原本不打算做任何的回應 謝謝陌生人的加油打氣 讓我有勇氣 來一一回復陳柏惟所發的聲明 好 你看看 一開始指控呢 是表示說工作結束 她搭了陳柏惟變車 那麼下車的時候 用了左臉來蹭她的右臉 並且用氣音在她耳朵旁邊說話 還說找你當我的代理育母汽車旅館 敢不敢指控呢 對她性騷擾 那麼這個時間點 現在呢 在這個陳柏惟的部分也表示 沒有這樣的事情 她說呢 造成不舒服 我該負責 除了在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賴清德針對連環報 關於民進黨的處理性騷的案件 你可以看到滿意度的部分 滿意有34.5% 但是不滿意有30.7% 那除了這一起之外 再來看到 還有是國民黨南南性騷案 發生在今年初的立院開期間 當時呢 立院國民黨團約了媒體人 來唱卡拉OK 有多位的南立委出席 那麼這名記者好來說 這個正常人士爆料 國民黨團跟美女聚會 男立委對記者又做出了性暗示 好 但是男記者呢 就覺得很不舒服 不愉快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性騷一張接一張 而現在被踢爆的陳柏惟 是在被踢爆 2020女志工呢 在選務活動結束 搭了便車 有了這樣的一個過程 好包含了呢 用這個臉來蹭她啦 還有呢 在用氣跟她講話 甚至講一些 然後覺得非常不舒服的 甚至呢 還被她績笑說 難怪你單身 等等等 那麼她一爆料之後 陳柏惟倒是 非常的火速 不到三個小時 立刻道歉人錯 前機器黨立委 陳柏惟因為曾經涉賭狡辯 兆逃又不承認 甚至放話要打籃贏立委 爭議一箱筐 遭選民罷免 現在又遭踢爆 性騷女志工 2020年曾經擔任 陳柏惟進辦的女志工 臉書控訴 在一次選戰工作結束後 她搭著陳柏惟的便車返家 陳柏惟車上言語性騷 問女志工 你有没有興趣要去學按摩 女方冷回說沒有 不料這時 陳柏惟语出驚人 竟說難怪你單身 還說會按摩的女生很加分耶 期間兩人談及代理孕母的話題 陳柏惟竟然脫口說出 想找你當我的代理孕母 最後陳柏惟還用臉頰蹭了對方一下 把女志工給嚇壞了 臉書指控一PO文 不到三個小時 陳柏惟親上火線認錯了 你一直都是 志工法裡面的一份子 不論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造成你的不舒服 或者是不諒解 我都應該要跟你道歉 陳柏惟捲入信騷案 他隨後在臉書宣布 退出2024立委選戰 政壇信騷翻車再加一 玩笑話開過頭 賠上了政治生涯 陳柏惟的黑歷史再天一裝 記者黃天耀 王志恒台北採訪報導 好看到呢被指控了陳柏惟 第一時間是發文道歉表示了不適合 當然民意代表甚至呢也來道歉 但道歉之後呢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女志工再發文 指責她的聲明不實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她說 陳柏惟的聲明不實之處 希望大家的偶像信任的所有人 人設永遠不會翻車 那麼陳柏惟針對她涉嫌性騷 她發了聲明並且舉公道歉 她說2019年她是得知喔 這個女志工呢遭到性騷擾 因為是她的選區 所以她主動幫忙解決認識對方 而且不只一次努力的協助 她不可能成為加害者 那麼不當的言語為這名女子帶來困擾 不是她也抱歉 希望能夠獲得誤解 好再獲得諒解 但這個部分呢我們可以看到了 道歉的私訊已經呢是來曝光 那麼同時呢證明女志工 她來告訴大家 她來打臉陳柏惟 她說這個職場是在我的選區 但事實上地點在彰化 要求隊員馬上離開 是我自己離開的 而且呢這個隊員離開 是因為另有感情糾紛 所以上述兩點可證明 非不止一次盡力的協助 同時也表示她知道 陳柏惟有很厚的防護罩 那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呢陳柏惟就說了 連自己的支持者都照顧不好 所以沒有資格成為民意代表候選人 現在是不是原先呢 其實陳柏惟很可能被視為 是民進黨佈局台中市第八選區的強棒 但是現在呢提名出現了變數 所以呢現在她是不是因為也可能知情了 所以就先自己來做出了這樣一個說明 另外同時我們可以看到 針對她的道歉說明 聲明人是王毅凱 她就來說了這個 陳柏惟 她說這個道歉聲明 邏輯是零分的 一一來解析 她說什麼叫做是 我是幫忙她來解決性騷的困境呢 所以我不可能願意成為她加害者 她認為這個兩個是毫無邏輯關係 甚至還揭露了其他的細節 她認為這是很不OK的 那麼同時呢在民進黨的部分 好一件接著一件 現在在民進黨 姓民部的主任 好在今天也會來說明性騷三案 但是現在呢這個受害的黨工好了說了 她說受害黨工呢驅解善意 如果連最終被迫訴諸法律 恐怕會牽連相關人士 在黨部的部分 這參謀琳她現在先來大聲的喊冤 但是一樁接一樁 大家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民進黨的性騎案 就像是滾雪球一樣 越滾越大 陳柏惟也被指控 那麼她在影片當中也呼籲大家 說這是個必須學習跟成長的 所以女志工呢 非常的不滿在發文打臉 同時表示她的很厚的防護照 那麼原先也非常被看好了 是要來參選台中第八選區 現在謝伊鳳委員表示說 季李正浩的民主大聯盟 現在已經倒了兩個 所以她也大算賴清德選的 怎麼都是這樣的人呢 賴清德主席的民主大聯盟 現在四已經倒二了 那是因為這個性騷的事件 那我不知道未來還會延燒多久 是不是只剩下女生了 以後民主大聯盟 是不是只能招女性成員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次的 陳柏惟前立委 我相信也許她認為說 那是她無心開玩笑的 但是這是不是民進黨 黨內的文化 黨內的風格 以及他們與他們的選民接觸時候 他們認知他們可以這樣子做溝通 是不是民進黨內 民進黨的黨公職 你們過去就是這樣子慣性 讓黨內的女性同志都覺得不舒服 陳柏惟他要對自己過去的作為去負責任 他昨天也發出一個聲明 但他不是民進黨黨員 雖然我們跟他都有公司上面的交情 但是他自己的過去自己的行為 他我相信他也有這一個肩膀自己承擔 好 性騷的這個風波持續 現在燒到了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企業界 擔任台中市府的市政顧問 也是寶城集團副總的楊曉冬 遭到三名離職的女員工指控界的 9億涉嫌性騷 不過在今天楊曉冬的委員律師 來到北檢提告 表示這是亂潑黑水都是不實的指控 全案進入到司法程序 財務市長盧雄恩表示 也啟動了市政顧問的截拼程序 知名智協大廠保城集團副總 楊曉冬爆出信騷事件 指控者沒有現身 由議員轉述事發過程 自己在應酬的場合裡面喝個爛醉 男性員工上前要搶扶他 讓他好好的走路 他把男員工趕走 要求女員工來搶扶他 離職女員工指控 楊曉冬會趁著酒意勾肩搭背 甚至摸內衣 還會單獨把女員工 叫到辦公室小房間抓住手 不讓離開 打電話求助同事才脫身 而楊曉冬還是台中市政府顧問 台中市政府被積極處理 啟動解聘程序 不只如此 十四號上午三名指控者 到議員研究室召開信評會 集團卻派員尾隨 他們就先派了這一名黑衣男子 埋伏在樓梯裡面 黑衣男子在台中市議會走廊 拿著手機尾隨 還在議會研究室外徘徊 全被監視器拍下 遭警方一妨礙秘密等罪 嫌移送五萬元交保 限制住居 針對指控楊曉冬火速派律師 到北檢案領提告 與其亂潑黑水 不如如果他站著住腳的話 就各自提告 依司法程序 我們來釐清真相 針對外界的不實指控 我們很感到很悲哀 還有無奈 信騷事件連環報 保城集團副總也被捲入其中 離職女員工執政歷歷 楊曉冬透過律師 嚴正駁斥 全案進入司法程序 記者 台中報導 好 看到台南一名任職 在台南市警局的男警官 現在被指控以賣房子 為由信騷女房仲 另外有某局處已婚的官員 發送曖昧的訊息 信騷女員工 台南市長洪惠哲表示 現在涉嫌信騷的警官 寄了兩大過停職 並且報警於免職 至於市府官員 則是啟動了信憑調查 絕對不會耽搁 這個兩線三星的林姓警官 他藉著這個要買賣他的 老屋子來性騷擾這個女房仲 那所有的通話記錄 對話記錄 我都握在手裡 那我不曉得 為什麼事情演變到現在 他被記兩個大過 但是沒有免職 對嗎 如果類似這樣的警員呢 你還讓他繼續留在我們的警戒呢 這真的是有如我們警戒的門峰 局長你能夠認同嗎 對我是不希望他繼續留在我們警戒 那市長你的看法呢 在免職之前 先予以停止 市長 市長這個被害的房仲 我們很謝謝他願意站出來 他怕得要死 所以我不敢秀他任何一個對話 新聞 昨天晚上我又收到一件 就發生在我們台南市市政府裡面 市長有收到這個訊息嗎 傳簡訊給這個 女員工 她也一樣在我們市政府工作喔 報一報 想不想我 市長你還是要去了解一下喔 市府同仁 那您可不可以會後給我們相關的資訊 那我們立刻去啟動 台南市府某局處已婚官員 遭控曖昧人妻 這個新聞昨天晚上我才收到的 所以我還是要請市長去了解一下 是我們絕對不會有任何的耽擱 請放心 好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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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